大家好,我是默契在旁邊 現在來到台中 來到台中就要拜訪一下當地的蒂頭蛇 什麼?蒂頭蛇不是你們兩位嗎? 沒有啦 校長跟布魯老師 不是啦 我們是台中天鄉的鄉民 我們是南部人 台北也南都算南部人 欸,這個我不否認了 直接不演了 好啦,幹嘛 今天有一個主題來聊輪胎 你們道路上騎乘的經驗這麼多 應該對輪胎到底用過哪些品牌的輪胎 登陸普啊 古力士通啊 貝奈利啊 米其林 就是該用的都用過了嘛 你覺得一般道路上 我們在選輪胎要注意哪些事情? 哪一種人 對啊,哪一種人 哪一種人是熱血分子啊 是催淚啊 飆車主嗎? 對啊 我覺得喔 道路用胎 基本的啊 不應該需要熱胎 嗯 要可以騎了 吹了馬上騎就對了 對 然後道路用胎的台幣支撐性應該好一點 就是它變換方向要靈活一點 懂嗎? 所以你希望胎型是比較堅硬一點 胎型堅硬一點 堅硬一點 然後台幣支撐性好一點 那布魯老師有沒有什麼補充的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以前是用武力士通 最早以前 R11 嗯 比較算是原廠配胎 一些大車的 原廠應該是RS10 但我是用R11 進化版 對 但那個胎就是 胎幣比較軟 然後它的壽命比較短 所以它通常就是 1000 我以前就是1000就換胎 1000就換胎 這樣沒騎幾次欸 天冷可能就騎個幾個禮拜就要換了 因為天冷那種環境 你只要R11真的撐不住 而且 因為它溫度很多嘛 所以你一直在變換 所以其實很快就熱起來 就達到工作溫度 是說其實山路就是 我們通常出門嘛 就是市區嘛 它就開始在熱胎了 然後經過一些聯絡道路 到我們要騎的地方 可是偏偏有時候會休息 你知道嗎 就是集合的地方 對 這邊等人 會稍微等到一下 我今天也是等人等了兩個小時 欸 都是等著一個小時 喔 好那個再說 對阿 所以就對熱胎這個部分 就是還是會有一點點覺得 懂 就是說你已經停下來了 要再出發 這是要輸贏了啊 對不對 我覺得壽命很重要 喔壽命 另外一個是壽命 壽命就直接關係到 吸引包 對 我們通常講的壽命 有最直覺的就是魔號 可是那個 是很後面的事情 我們這種彈的壽命是什麼 我們這種等級 不是 我們這種貂仔彈的壽命的 是說他 可用的 衰退了 喔 懂 但他胎文還很深 可是他 就衰退了 就不行 壽命就很短 不過我去看有些胎 他的表面的焦料 跟底下的焦料有點不大一樣 對 大概用了一半以後 那個表現根本 對 即便胎文還在 然後 這是關於魔號 不能抓地的表現的壽命 還有另一個壽命 我想講的就是 變形 喔 我們這車不知道是幹嘛 就是可能很重 即便 加上你 對車重 車重加人有一點重量 你的內容可以罵當話嗎 可以啊 尬 哈哈哈哈 好啦 就是對 變形的問題 也有可能就是 這些胎就是不耐久放 會很重壓 所以 大部分 其實我們會建議說 你把它撐起來 所以輪胎會比較健康 不要讓胎壁有折到胎的感覺 尤其大家有時候就沒有渡車架 就是兵壓度放 因為覺得其實左邊就是常常被壓這一塊 對 然後因為性能胎 它胎壁通常會比較柔軟 對 它的連鎖用的比較薄 對 所以它就是常常這樣折 如果習慣不好 像有些人很龜毛 我有聽說它回家 就是因為車要放的嘛 一放就放一兩禮拜 因為這種車就是只有運動 保鮮膜先包起來的 那是賽道用的 如果是一般人 它會把胎壓補回去 哦 對 把它打高一點 然後頂著 對啊 因為我以前用過某些牌子的經驗 你打高一點 它會變形成一模的形狀 超靠杯 反正就很煩 中間骨骑 好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的是一般道路 因為你們都在一般騎車 道路上騎車比較多嘛 可是最近大力寶開幕以後 是離你們超近的 所以我們三分五十就覺得怎麼樣 對啊 也還來好 可是跟你們北部優秀的成功人士 每一場都報名的比起來還是 有差 因為我們還是沒有很長區 我們感受到以前去大鵬灣 那個是要這邊住好幾天 現在在台中 我們就當天來回就好了 所以趕快支持一下 所以你們也有比較多長區 因為我怕它又倒掉這樣 雖然它看起來不會 因為它比較像在做生意 對 做得還不錯 經營運得還不錯 那你們現在開始 因為我看你們好像最近都用 比其林 卡住 對啊 這個淘汰你們現在感覺怎麼樣 推薦嗎 非常推薦啊 嗯 我覺得它一般道路使用 一般道路使用可以 我剛剛講過 它的壽命很長 很燈 有壽命 然後熱它很快 對 然後像我這一條已經半年多了 把我這一隊 我車上這一隊已經半年多了 欸這態位還很深耶 對啊 旁邊都還有那個完整 幾乎是完整一粒耶 它這也下距過好幾次 對這個已經騎過一次大力寶 跟小力寶都有了 有啦 有大小力寶的東西 都用這條 都用這隊Cup 2 就其實看起來沒什麼魔號對不對 對 然後在路上的里程 現在哈佛达达也是三千多公里 他剛剛說一千就要換 那你這條也最對 那個是R11 以前他R11一千多就要換 對 一千就要換 現在這個三千多公里的 看起來還不需要換 對啊 表現上也都還很OK 然後剛剛講的變形的問題 Cup 2目前都還沒有大整 那如果說胎壓設定上 像你們在大力寶騎 胎壓設定上有沒有什麼建議 原廠建議 我們直接看原廠建議 因為Cup 2它有給原廠的建議 就是下賽道的建議 我覺得其他胎不一定會一樣 它很實用 它直接告訴你冷胎壓 對 然後你熱的時候再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符合 他給的這個熱胎壓的值 差不多 基本上都對 很適合我們台灣洋醬用 就是賽道用 然後他的給的建議值 基本上我們現在大力寶 也是OK的 不用再另外做調整 其實出來也不用講 你就三十二十五去外面這樣飛行 了解 就是一般道路 你們一夜會用這個胎文在一起 蠻難的 不是 你們把天冷當成天冷賽道騎 沒有好不好 我們現在很 米其林原廠的人員來看 OKOK這樣子 他們也會覺得OK的 對 就是這胎還不錯 用到現在沒什麼好險 那你剛講前輪 那後輪 後輪摸起來怎麼樣 你看就是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耶 對啊 三千多公里 你這一顆都超完整的啊 對啊這邊 而且跑大力寶都是支支支右邊 對啊 而且這顆真的超完整的 很誇張耶 有一些胎 他那個胎文 然後旁邊的基本上就是 他就已經扯 對一堆扯掉 或者只剩下半邊 就只有半邊有 就都還可以維持很完整 你知道用大傘的話 之前是一天四節 他直接下一個 直接 其實我覺得大傘那抓地力OK 沒話說 可是真的魔號很快 然後大傘在山路上 因為他比較軟 我覺得他很適合 請教很大壓的那裡 但是你要他快速的 連續變換方向的時候 他比較遲鈍的不定 我以為他胎型比較尖 比較容易翻 很適合躺在裡面 然後沉在那裡面 我們剛剛就有大傘對卡布 就是這樣大傘對卡布 意思是什麼 在山路上游 有啊 我們剛剛就是10阿新的時候 10阿裝大傘 然後舊的10阿 17年時阿裝卡布 就是很明顯的 彎中的反應 完全不一樣 嗯 因為一般路上就是山路 彎短 像要帶到彎很長 以前叫很大 躺在那需要一段時間 你才行啊 懂 可是山路就是一轉過去 馬上就下一個 馬上就下一個 你要一直翻來翻去 對 卡布路 台幣比較堅固 哦對對 他其實台幣真的 我覺得硬蠻多的 所以你在反應的時候就會比較直接 對啊 是這樣沒錯 當然是 那至於耐用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 以前很背籃的時候 我會說 蛤你這樣一天 四節騎完 還有剩這麼多 就不會騎 哈哈哈哈 到處在唱別人這樣 你是不是騎很慢啊 我吹油 真的 但是我自己說他這個他就是 也有四開頭啊 嗯 有吹油啊 但是他 欸 OK啊 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不是也是用 那個R1 裝Cup 2 就我摔掉那天嗎 對 也是Cup 2啊 對 該摔的時候還是會摔 還是會雷產 對 我們那個就 就行不讓他算一算 就 就又快了不少 對啊 雖然說我們那天他摔車那時候 是騎23萬 對 對啊 有時候23萬騎到多少 154 154 你覺得 換算過來大概 減幾秒 6-7秒 我會到6-7秒 對啊 7秒多快8秒 真的喔 因為摩托車減速比較多 不像汽車經過那個多胎的減速萬 對 他可以直接用靠距一直 過安的距一直去過這樣 而且摩托車是本來 那邊是200 要煞到八九十進去 對 所以這速度落胎很大 啊 汽車的話可能本來只有150 可是他那邊彎速很高 所以他降到120轉進去OK 不像我們本來很快煞到很難 沒錯 汽車是本來也快不強 因為那邊上坡 對吧 我們是有拿那個QSTAR來對 就是兩個區段割出來 就算多 這一段差多少 就差7秒多快8年 所以現在的米其林真的跟以前大家印象中都不太一樣 對啊 自從參加MOTOGB以後 以前的話 我坦白說啦 以前的話我覺得他的熱胎速度 真的要比較久一點 我以前用過 米其林的光頭台 還沒把我推死 哈哈哈哈 很久以前 就是他對胎啊設定啊溫度啊都比較明淡 對 對 我覺得他們真的 然後 還容易變形 嗯 直線 終於是那個是一個直線 你說撒一個軟掉 沒有他開起來 滑掉又抓到了 有沒有 那只是一個直線 可是輪胎很Q這樣子 就很奇怪啊 像個彈簧 對 我覺得自從他們參加MOTOGB以後 真的是有把他那個技術 放下來 對有放下來 而且那個 像他一些指示 賽道用到底該怎麼樣 那個指示就很明確 我覺得大家用起來就很好用 不知道該怎麼設定 那不然以前以為去胎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設定 好喔 謝謝你們的分享 好啦 其實我今天來台中 就是要跟你們聊一下輪胎 不是要尬一下嗎 誒誒誒 你為什麼不把車拿來 現在車子要尬一下 要到大力寶去 好啦 小隊 天輪也可以騎啊 現在是要秀衣服是嗎 他的車下來就是弄成存在造用 對 就借一台嘛 對對 下次來 下次來給你們 你知道我剛才有問一下嗎 說你那車弄成賽道的樣子 反正R6本來也沒有燈 還看不出來 拿出來外面騎會怎樣 但他說很安 會髒掉 我跟你講 那個賽道車 就是要飽食的飄飄亮亮 然後很簡單 然後你就看他就 嗯 不錯不錯這樣 沒有啊 是灰色 對對 水泥灰配藍色 其實YAMAHA的主色好不好 懂不懂啊 不懂 你是騎HONDA的不懂啊 我是巧虎配車 對啊 這小孩子很愛 他們看以為是巧虎車這樣 跑過來 那你要不要換個巧虎的車 我也要啊 幫你上個貼紙這樣 幫你貼箱 就是要RBOX 好不好 所以可以結束了吧 對對對 差不多了 今天來到這邊就是 拜訪兩位低頭車 好啦 下次再見 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